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二 由於昨天打風關係 所以今天又是有星期一的影子 星期一的影子是什麼呢? 就要講異動股 星期二就要講嚴正聲明 大家會一起講 嚴正聲明不用講 因為很多人的騙子還是繼續在用 最近又好像經常有 滴我那個 滴我一個叫石鏡泉的蜜桃養出來 又是介紹人家推介股票 唉 怎麼推介 我爺爺找的都很困難 就不要搞了 好了 北水 北水來的時尚 你看多元朱 成交是萎縮的 這個是沒得好說 大市資金流的方面都沒得搞 再其次 北水流入來的嗎? 雪 全部都是這樣 不過有個留意 流少了 會不會流少了之後就沒得流 會轉回頭去入呢? 不知道了 請看 大市資金流方面是有少許增加的 那為什麼要增加呢? 這個就是可能 是 其實看看 其實很多地方都很搭水 那些水只不過是泊在旁邊 不動的 就是這樣 那 流入比較多的 可陽 快手 小鵬 交易所 聯通 流出比較多的 不過其實匯豐為什麼流出多呢? 都不明白 匯豐還是升的 是不是? 建行中有的 可以說 騰訊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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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 那 整體的這個 20日過去 不止的 20日平均線 有這個 紫色 紅色這條 看到一直在減少 那什麼時候可以 何日君塞來上回去呢? 就真的不止了 因為我不是北水 所以留意這裏 如果當這裏 咬上去 市值有機會 升 就好像這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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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回上去 我們是不是會升? 還有其次 我們來看看 今天能夠上升得到的板塊 十分之少 石油及天然氣 我都說了 留意著 真的不會太死的 這個板塊 為什麼不會太死? 拜登 拜登 他為了要討好人民 由於要搞到全球的石油價格上升 他是怎樣呢? 就把他自己的戰略石油儲備 去調節 美國人的市場 大概減到燃油的錢 不然那些人會罵死他 但是 他抽空了美國戰略石油儲備 現在抽空了多少呢? 有估計他要十年都填不上這個藤 即是說 在這一點裡面 油價一低 美國也要買 油價低 美國也要買 油價低 美國也要買 分別中買什麼? 俄羅斯油 買了之後就沒有適應 那些油不會有護照 那怎樣買俄羅斯油? 透過印度 印度買俄羅斯油 混了一成左右的印度油 那就變成了印度油 石油 真是神油 印度神油 混一成的印度油下去 九成是俄羅斯油 這個印度神油 賣給美國人 中間賺錢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 拜登是否只有一個吉 黃金 黃金需要留意 黃金需要留意 我明天會有一篇文章 講黃金 絕對不可以小看 時間就在於8月22日 為什麼是那天? 明天編文章 然後再跟著就有一個農產品 農產品記住 不要看小 中國現在要搞一件事 去支持GDP的話 就是把農業工業化 留意著 農業工業化 聽過呢? 是不是? 或者未聽過呢? 遲些說說 好 好了 我現在再跟著看看 再跟著 下來 市方面 上升了 上升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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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斷高 三了 落語 下降 下降 暫時 短期支持點 是18850 上面的阻力位是19350 近日 是 pacot 估計短期會違試18850 和中期的趨勢方面 東西的趨勢 是一、兩個禮拜左右 在19790至18300之中 我們就徘徊的 1850應該兩三天到 今天未必會到 如果它將會下去的話 可能明天 可能後天 好了 再跟著我們看看 今天留意什麼呢? 留意拖拉機股